9月15日,温宏带着自己的第三本丽作《逆生长女王》来今举办了新书签售会 当天,温宏不仅现场为粉丝亲手制作养颜果汁 还在老公和女儿的陪伴下度过了自己45次的生日 俗话说,男人40亿枝花,女人40豆腐渣 虽然到了豆腐渣的年纪,但是温宏却依然有着少女的身材和肤质 但温宏透露她能勤于保养跟她老公毒蛇般的羞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为她一直在鞭策我,我说做谁的老婆都容易,做她老婆太不容易 因为她还挺要求挺高的,没有,她很毒 她就说,老婆我觉得你最近的脸松了,垮了,掉下来 你最肥了好多,她就很直接了当,不会拐弯抹角 我听了之后,好,谢谢,我知道了 我能说什么,我也说不了什么 温宏老公刘伦浩比温宏小两岁,由于致力于健康产业因此也是个保养达人 不仅自己爱保养,还时刻督促着温宏不允许她有一丝懈怠 虽然老公高标准言要求又嘴下不留情 但他们夫妻的感情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 同身处于娱乐圈,同是姐弟列夫妻党 谈到最近王妃李亚鹏夫妇的离婚事件 温宏也表示相当的惊讶 对于网上盛传李亚朋友外遇,王妃要出家和王妃要重新付出这三种离婚原因 温宏表示不相信任何一种,但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当然我跟所有人都一样,都很吃惊,也觉得很惋惜 可是我觉得既然他们有这个决定,肯定也是深思熟虑过的 他因为也能评估到出来的效果和后果 男人是要被理解,每个男人都有他的一个软肋 我们要了解自己身边的男人,他是什么个性脾气 不要轻易触动到他的软肋 基本的比如说男人的尊严和自尊心,我们应该要是去尊重 然后同样女人是需要被了解 所以也要了解你身边的女性,你的爱的女人,她的一些的细节 他们的危机公关处理得很好 就是我觉得他们各自都做得挺好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